我的蜜蜂 红鱼上 两声站我的道具上 我的胸子在彷徨 两声站不在彷徨 他们就在我的旁边 让来我的房间上一刻 连声上我的在听着 Everybody to listen up 小时候梦想 因为能够开个飞机 长大以后 确实只能在这儿吹嘘 Oh my bro You know my style 我的大石头 他们都很害怕 因为我太强的小块石头 I've been sobbing I've been calling No stopping rubbing now 我的兄弟都在东林 但是从来哪个star I've been 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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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梦想的形状 脸将是相伤的泪光 被我上帝帝的壮壮 感声声上变成的最棒 和我兄弟一起变差 一起变卡 一批变卡 肩上重症的电网 让我的视线 肩上的微信上 这种云路里变相 是相迪生的伤的差距 我们一起变成在街头 那慢慢在哪里 从来想要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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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过去 他去开飞机 Yeah Yeah 大石头 一般话 一般话 这个就跟什么七部成诗是一样的道理 这是我们会经常去做的这么一件事情 因为这是它本身的一个魅力点所在 也是吸引我们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认识的一个原因 但是我觉得FaceDial光是能压上运 已经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压运其实只是基础 什么 对我们说难得不得了 而且他们两个唱的那个节奏都不太一样 我们比较注重的在于我们的节奏的把控 所以对于歌词的方向其实是只是一个概念 就我们比较在意的是你对于这首歌 对一个是Flow 一个是你对它的感觉是不是对的 你的乐感是不是对的 是不是跟这个beat是贴合的 有些什么简单入门的技巧吗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就是一定要压运 不一定一定要压运 就是你在说话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下一个你就要脱发 你就要脱发 小朋友 你是否约合作 如果让你就是现场比如说简单的教一下 我们有可能用这种方式FaceDial教練 就是生母孕母的一个关系 生母孕母我们还是知道的 说唱 播放 播浪 多棒 音乐 太强 不跳 有点噢的 谁来试试国伟你看着你的 不不咱俩都不会 咱是不是都会不会 不会以后咱俩就像他俩队来的 一二三四二三打老虎 你 你想过来这套 等一下 我想想 这样这样 我们就是以梦想念性为主题吧 好不好 好 我的名字叫杨迪叶 长大梦想是想把马骑 我的梦想叫张国伟 我想长大 看VG 你太过分了 你太过分了 你好歹压一个吧